这样的话可以变出非常多的花样 还有里面这个字帝说真的 他很多 但一般书里面说真的没有很详细说明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们自己可以玩玩看 然后加来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 什么我先把它取消 那我如果today是年月OK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怎么样 在now后面加一个有年月日 可是时间我要加上怎么办 很简单按右键再改这个就可以 再把now呢 比如说我要把时间补到后面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时间先看一下 我要补这个好了 比如补这个 你也十分秒 也要补到后面去 那可是我不会啊 那怎么办 很简单吗 一样的道理 先制定它一下 然后看到这边不是有分号前面吗 你可以把它复制 复制完之后取消 然后再到这边按右键 储存格式 再把这个储存格的格式 在分号前 我们要放哪里 放在滴滴的后面先空格一下 然后呢 再把刚刚的那个格式贴过来 然后直接按个确定 年月日十分秒按确定看看 我们现在应该周几 我把它改成周几 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呢 有没有 年月日十分秒 周几就出来了 所以你如果要拿一种格式 说真的 里面都可以自己去制定 比如说你只要年月日十分 那你后面秒不要就好了 秒不要就把它删掉就OK了 所以这个格式还蛮好玩 蛮有用的 以后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因为我刚刚讲过 日期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什么 里面的资料的分分合合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年月日跟周几帮我分开来 而且后面年帮我放在这边 月帮我放这边 日帮我放这边 周几帮我放这边 那我如何把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四个讯息 分别放在四个储存沟里面 OK 那有可以分之外 另外还可以合 如果你这个问题OK的话 那将来你再处理日期 就比较没什么太大问题 甚至你可以把 十分秒也可以把它分开来 那至于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我讲的 对了 谢谢大家